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 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是礼拜二给您预告一个 礼拜天的活动 我们前两天看到 亚马逊 巴西的亚马逊 森林 今年大火 引起到七国高峰会的关注 被 亚马逊被称为是地球之废 所以将来如果说这个火烧不止的话 那么表示地球上 这个生产氧气的来源会减少 而且排碳大量的增加 好 这些环境的问题 我想都越来越的重要了 所以在这个礼拜天 9月8号 2点到3点半 那么由龙英台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 有一场名家的演讲 那么邀请著名的 奥地利欧洲论坛的主席 法兰兹费雪乐 进行演讲主题叫做 减碳挽救渔农绝路 那么这个演讲的地点 是在台湾金融研训论的 二楼精英堂 就在台北市罗斯福路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到龙英台文教基金会去报名 或者打电话 0233224907 但这场演讲是不收费 但是它全程是英文的 没有翻译 那么跟听众朋友也提醒一下 好 今天香港的情势 还是非常的紧张 因为看到昨天在香港开学了 那么开学日就学生怒吼罢课 那学生的罢课是 上个周末开始 从831的这个街上的冲突 到前一天 831前一天的时候 港府的大逮捕 那么831之后的话 是要去机场 到机场去冲撞 让机场的国际机场 国际人士能够了解香港 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结果港府啊 就特别让这个机场高铁 机场地铁就突然间停搬了 停市 那么结果出现了一个场面 因为已经到了机场附近的示威者 没有办法搭地铁回到香港 因为吃辣脚机场 是在一个海上造 田岛造出来的一个机场 很多民众 那么被迫用徒步要走三十几公里 回到港岛 那结果呢 网络上传出来了之后 很多香港的民众呢 就自发性的驾驶 这个私家车啊 那么回到 开到往机场的方向去 沿途啊 只要看到 是有示威者的话呢 那就载他们 的回去 据报道 这样的私家车响应的这个 私家车有超过五千辆 那么网友把它形容 这叫港版的敦克尔克大撤退 这当然有一点 有点黑色幽默了 这个跟敦克尔克大撤退 当然还是不一样的 但香港情势啊 的确不容我们这个乐观了 因为昨天学校开学了以后啊 昨天是友好机场的万人集会啊 那么进行这个三罢活动 叫做罢课罢工罢市啊 要向市政府 要向港府示威 示威 那示威者已经把9月13号认为 设委这是一条死线啊 要求港府要回应五大诉求 那今天在路透啊 路透有一个消息啊 有个录音外泄 路透前两天曾经报导啊 那么说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啊 大概在七六月底到八月初 之间的时间啊 那么曾经啊 向北京啊 提到说 那么准备要把这个送中这部法律啊 把它撤回 也还有成立调查 独立调查委员会啊 但是呢 都被北京啊 给这个拒绝阻止啊 那昨天路透啊 路透又取得了一段 这个林郑啊 跟商界私下会面的录音啊 那么这个录音里面提到说啊 那他讲说啊 如果他可以选择啊 那他第一件事情 他会辞职啊 而且深切的道歉啊 好 这段话听起来的意思应该是说 他辞职过啊 但是并没有被接受 换言之啊 他现在这个职位继续做下事 是因为他没有选择啊 因为他说 如果有选择 他就会辞职啊 好 这是我们看到在正经的部分啊 那么这个事情 现在对台湾啊 也越来越重要啊 那么第一个原因啊 是因为台湾跟香港本来就关系非常的密切啊 我们都知道香港的一国两制啊 那么中共原来是要作为所谓的垂范台湾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习近平在今年一月份提出来的五点这个这个主张当中啊 提到了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其实就是从香港的经验啊 去做一个提升啊 所以呢 港台两地啊 可以讲说是非常的紧密相关联啊 那特别是这一次香港从反送中的这个运动之后啊 中共跟港府已经不止一次啊 认为批评说台湾啊 是一只黑手 是一只干预的黑手啊 甚至国台办的这个 这个海协会的副主任啊 孙雅夫啊前两天还用直接的点名说 蔡英文啊 所谓的剪刀枪 他认为它是制造枪跟制造炮啊 这话讲得很重啊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昨天我们的国安会啊 那么开了一个 这个香港情势专案小组啊 那么昨天开会啊 蔡英文总统呢 是第一次去听取这个国安会这个报告 这个小组据说在六月份就已经成立了 那么蔡总统在会中强调啊 现在香港情势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了 所以国安跟行政部门要紧盯动态变化 并评估可能的冲击影响 做好各项应变准备啊 尤其要注意金融经济产业的变化 以及协助台商 还有我国在港民众因应可能的变局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当然到目前为止啊 这个尽管啊北京跟这个港府啊 对台湾的角色啊 提出过若干的批评啊 应该讲啊 除了民间或者政党啊 那跟这个香港抗议方啊 有些往来啊 甚至也不排除 民间可能有透过私下管道 提供一些物资的一个资源之外啊 基本上的话 并没有太明显的所谓的台湾的介入啊 关心当然是啊 但是你说到介入 甚至出出谋划策 或者说背后的这个金元奥元啊 这个我想都太夸张啊 不过今天 今天下午啊 这个香港众志啊 这个组织的秘书长黄之锋啊 那么他确定要来台湾啊 今天下午三点 要去拜会民进党党主席卓荣泰 秘书长罗文嘉 还有副秘书长林非凡啊 那么明天呃 今天晚上呢 他还要跟香港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啊 到台中啊 那么有台中 有一个基金会 叫台中光和基金会啊 他是前台中市长 也是现任交通部长林嘉隆所创设的啊 那么黄之锋将会在这个基金会演讲啊 谈反送中啊 然后由林非凡的担任主持人啊 好 所以呢 这些林林种种啊 你说民进党啊 或者民进党的 秦民党的团体啊 跟香港的这一批 这个 反送中或者反抗港府 反抗北京的人物 是什么关系啊 这的确是说不清楚了 你没办法说 他是没有关系 那看起来当然是有关系 那你说要到什么样的关系啊 这又是 看你从哪个立场 从哪个角度来看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香港啊 跟台湾啊 存此相依啊 那么这两天 这两天一直有海外视频啊 在传说 这个所谓的大陆 已经在福建部署的50万大军 飞弹瞄准台湾啊 那么言下是说 如果大陆对北京出手的话 那么同时或者是接下来 可能就是要对台湾出手啊 好 那么这样的 对不起 这到底是其人忧天啊 那么还是说 是一个为言耸听啊 那么这个不管怎么说啊 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啊 随时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啊 因为两岸之间啊 本来就没有小事啊 两岸之间现在的紧张态势 也还是存在 特别是在军事面的部分啊 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要邀请军事评论家 齐乐毅啊 来针对啊 最近在台海周边的一些军事情事啊 来为大家做第一手的一个解读 不要错过了 欢迎回到POP撞新闻 来到节目现场啊 刘毅 对不起 讲刘毅好 我刚刚讲了聊天 现在聊到刘毅 来到节目现场是军事评论家 齐乐毅 乐毅兄早 青龙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 乐毅是军事专家 我今天特别要针对 这个美中台 三方的这个军事的一些态势 来跟他请教了 前两天我们看到 我们台湾的国防部 发布个新闻稿 那么直接证实说 美国空军有一架 这个运输机 那么在台湾海峡上空 沿着台海中线 由北向南来飞行 这是一个背景 然后呢在8月23号的时候 美国海军编号的一艘 这个两栖的船路运输舰 叫绿湾号 那么也是由南向北 通过台湾海峡 好过去我们当然知道 美舰一个时间会从 台湾海峡周边走过去 这都有 但通常不太 我们台湾国防部不太证实 不这么高调 也不会这么频繁 大家都知道 今年以来 美军在经过台湾海峡的 这个基舰航行的频率很高 我们有算过 好像感觉 好像还是比这个 比大陆的 好像还多一点 这个基舰的部分 好 所以一段时间 我就要请乐意来帮大家 来梳理一下 我们所熟悉的周边的 台湾的这个军事的环境 到底怎么样 现在中美双方在台湾海峡周边 今年以来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今年以来的话 中国大陆很加强在台海周边的演训 海空的演训 特别是3月31号 它越过海峡中线 歼11战机 有两架 4月15号在台湾东部 有一个海空演练 然后据了解说 它的轰溜可以有对台演练模拟攻击 但是怎么掌握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这是外交部的Facebook 脸书上就有写 那就是最近的频率 一直不断的在强化 然后就是从夏天开始 我们就发现 它在整个沿海 都有一系列的这个演习 你比如说 7月26号到8月2号 渤海跟黄海的北部 紧接着就是周三群岛的外海 东面外海 7月28号到8月1号 再来是东山岛的外海 7月29号到8月2号 然后又跟着就是 8月27号到29号 周三万海又有一次 周三万海又有一次 对刚好就美国运输机 经过的时间点 最近这个频率是很高的 但有一点可能 可能听众可能会有一点 可能忽略就是 其实美国军舰 来台海周边的演训 也蛮频繁的 也增加的感觉 至少公开出来的很多了 从2007年到2019年的4月 总共是92次 07年到2019年 12年的92次 这个是英文版的南华早报 像那个印太司令部 要这个资料 所要资料的 他们后来 隔了半年才提供这个资料 后来就把整个这个数据出来 最少的平均 一年 2010年有四次 经过台湾海峡 最多的是2016年 2016年 2016年反而最多 台湾刚刚政党轮替 政党轮替 那是12次 12次 12次 那从今年开始 今年好像有七八次了 今年每一月的月底吧 七八次大概都有 对不对 那除了军舰之外 就是军机了 就现在的军机 像那个前一阵子 P8还有反潜机 也有过来 那你刚刚谈到的是 8月29号 M1113洞J 它是一个特战的飞机 特战的运输机 照道理讲说 如果8月27、29 周三万海有演习的话 它要有一些电子征收 它应该是派RC135的这一类的飞机 但是不要忘记 8月29号当天 RC135它有出现 它是在巴斯海峡的东面 巴斯海峡的西面 西面这个方向 台湾南部这个方向 它有出现 所以那时候有人讲说 这个RC13洞是为AMC13洞J 测印的 测印 不仅是这一架 还有B52H 这红海峡从关岛过来的 它也到了巴斯海峡 这附近 然后往南海的方向 所以8月29号 应该讲说是 不是只有一架飞机 波尔内亚飞机是造的 这个海峡中线飞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点 就今年中国这个平常 在海峡中线以西 它有一艘军舰来回 来回巡弋 前两个月 大概上个月吧 大概就变增加两艘军舰 就压在中线的这个西侧 一直来回 那我们也刚好 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措施嘛 是 我们也有相关的舰艇 顶上去 就是现在开始 就一直在中线中间 所以现在台湾的上空 台湾海峡的周边 都很热闹啊 就是现在这个 那你觉得这算是一个常态吗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不是军事专家 听到这个消息 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呢 当然我们不能抱这个平常心 因为它毕竟跟以前不一样 要注意这个事情 主要是军方了 因为军方要密切关注这个情况 那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这不是一两次 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军改之后 它的整个这个兵力外溢 投射要向外了 你想想看 它有这种 越来越新的武器装备来了 你不可能在本土防卫嘛 对不对 所以它毕竟 它一定是要往外投射的 因为它的人口数 以它的经济能量 跟国防建军的投入 中国现在所拥有的空域海域 这个来讲的话 算是比较窘线 相对来讲 比较有限 相对来讲 相较为美国 相较为其他一些大国 那当然这不是 我们就不能说 用这个理由说 它是合法性的 这有历史的原因 因为对台湾是有威胁的 我们就很近 但一万一之后 就会 那个浪头 就会到我们这边来 就会到我们 要立即的 我们是最前沿的嘛 我们比冲绳都还要那个 所以也就是说 这将来会变成一个常态 然后它的眼泪 越来越密集 当然这也是因为 两岸政治关系 没有办法理顺 所以这种中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事的强大外溢 对台湾就变成压力跟威胁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一方面两岸关系上不理顺 那理顺了以后 他会不会做呢 也是会做的 他当然会做 但是你可能如果理顺 就不见得那么强烈的 直接感觉是威胁嘛 是不是这样子 好 当然在这个同时 当然我们也看到 蔡总统最近 他在接受美国退伍军团协会 年会发表录影讲话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第一次 用录影讲话 他还讲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去参加 这个是 因为它是发生在美国 这个团体很特别 这个是在美国 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团体 百万以上的会员 所以连美国的副总统 Pence 彭斯 跟国务卿Pampeo都去了 而且相对来讲 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团体 对 所以我看到他蔡总统去那边 发表讲话 的确很难让你不想到说 联想到最近台美的军事关系 是有一些 包括美国卖给台湾的 这个F-16V战机 M1 A2的坦克 还有其他林林种种 好 所以台美的军事关系 现在到底进展到什么阶段 我们休息一下关会来 请军事专家 齐乐意来帮大家来做解读 谢谢 好 欢迎回到 POP状新闻 今天邀请军事评论家 齐乐意 那么刚刚我们讲到说 现在的台美 军事关系 那么这几年 更加的紧密 我刚讲到说 这个美国出售给台湾的 F-16V战机 跟M1 A2 这个坦克 在总统前两天跟美国的 退伍军人协会演讲的时候 那么还讲到说 我们接下来 我们的军人 那么就可以 他讲的一段话很有意思 说就可以 开着驾驶 M1 A2坦克 保卫我们的海岸 那么飞行F-16V来战机 来捍卫领空 这个话当然 是有点像讲给退伍军人听 他们都听得懂 但是当然大家会直接想到说 这么紧密的台美军事关系 是什么样的背景促成的 以及他对两岸关系 也无形来讲 也是形成另外一种反向的冲击 你先跟大家讲一下说 现在台美军事关系 进展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已经是准军事同盟的关系 这样还不能说 还不能说 不能连准军事同盟关系都没有 我们大概可以用一个词 叫做协作的关系 协作 有一点协作 因为我们没有邦交 自然就没有同盟 那你说准军事同盟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就定义什么是军事同盟 这个是准到哪里去了 那我个人的理解 军事同盟是有攻防 攻守防 有义务的 就是另一方被攻击的时候 一方被攻击 美国不是也说台湾关系法 什么什么 美国很多国益也是什么讲 你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你反正非常重要 就是比如说军售 对 严格来说从法律上 从台湾关系法来说 美国也没有义务 对台湾出售 没有义务 台湾关系法的第三条 它讲美国将对台湾 提供防卫性的物资 那个将是用 WILL WILL 这是一种意愿上的表述 不是R2B 不是SHALL SHALL 原来是用SHALL 后来他们为了避免 让给行政单位 美国行政单位太多压力 把它改成WILL 所以一种意愿 不是责成 不是责成 立法部门责成 行政部门一定要有义务的 那你说这么多年来 美国为什么还去军售给我们呢 那是根据几点 第一个 美国的利益 美国认为有必要 第二个 台湾跟美国的战略关系 是一致的 第三个 是对台湾民主自由的一个政治的承诺 它是一个承诺 是几个绑在一起的 好 你想想看 军售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都还不是义务的 何况是要派军人来 何况是 所以也就是说 不能构成准军事同盟关系 但是问题是 有一种某种协作关系 特别是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推动印太战略 特别突出跟盟邦 跟伙伴的关系 特别是伙伴 partner 我们是partner 而且他特别要伙伴来分摊经费 用伙伴 然后尤其是台湾 是前沿伙伴 我们是在最前沿 所以要加强前沿伙伴的防卫力量 这是一个大的思路下来 一个结构下来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那背后的背景就是 美中的战略的博弈 现在开始了 一个要出来 一个要防止他外溢 必然产生 那台湾刚好是在最前沿 美国就起动了 所以那台湾算什么呢 算阻挡中国扩张的一个绊脚石 应该这样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从北京来看是这样子 从北京来看是这样子 那从美国来看的话 是防止中国改变 片面改变区域安全的一个 最前沿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和平的维系者 我们自己台湾也这么自诩 希望能做一个和平的捍卫者 所以这两边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 所有的政策理论 它都要有一个理由 说得出来 你说美国的利益里头 卖武器给台湾 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理由 但我们也不用掩饰 它也包括给美国的军工企业 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都记得当年92年 老布希卖那个武器给台湾 是因为德州失业的关系 那一家工厂 好像是洛克希德还是什么的 像川普这次卖那个FLV 他自己就讲了 这是一大笔钱 会提供很多的就业 他第一句话就讲 他就是更白了 这个话以前美国总统不会讲了 好那这里面当然 你刚刚讲到说 两国还不能叫准军事同盟 但是我想好奇 听众朋友一样 我问过很多的 来我们上节目的专家 美国国防部长 现在新的国防部长说 他们现在要在亚洲 重新尽快的部署中程导弹 中程导弹飞弹 那美国在亚洲 很多的军事同盟国家 都可以部署 当然现在也不见得愿意 都很费事 台湾呢 台湾会有领受美国的 部署飞弹的可能性的存在吗 或者用什么方式来跟美国 进行这一方面的合作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是最直接受到 中国大陆的飞弹的威胁的一个地方 目前可以说 可期的未来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有美国的中程导弹部署 第一个 台湾关系法是提供 台湾防御性武器 中程导弹是完全公式武器 除非它要修法 公式武器 第二个 从现实上 因为跟中国的关系 马上就会引起 很严重的外交事件等等 所以我说短期 可期的未来 这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自己有能力发展 中科院在8月1号 成立了一个叫 晴天计划室 晴天计划室 就是要发展1500公里的云风 重层飞弹 我们有这个能力在做 准备也在做 所以老实说是不太需要美国放在这边 我们自己有 但是相关的技术上的援助 你支持我们就可以了 这种协作可以进一步的深化 因为我们自己有 所以我们准备要有 准备要做 在技术上 你不要主张我们 帮助我们就好 还有一个叫做情资的互通 情资的互通 因为我们中东飞弹 在做一些部署防御攻击的时候 你一定有相关的情资 是最重要的 他有他的情资 我们有我们的情资 我们互通 我们提供的是最前沿的 台膨防卫作战这个领域的情资 美国关注的是整个一岛链的情资 对不对 我们是这个情资的一部分 那这中间是有可以互通的 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来说 帮助就很够了 我们需要的是这个 所以应该不至于 你的意思说 应该不至于去发生 类似美国军舰 特别要求 听到我们的左营军港 来碰触一下老共的这种红线 或者刚讲到说 这个他的军队 军人 你刚讲说 改变的这个原来 他已经当时 中美建交的时候 的一个要求 这个包括军人退出 这个协议 计划条约废纸 等等 这个军舰靠不靠 台湾还要观察 要观察 因为还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 因为 这个 美国通过的 这个 国防授权法案 去年就已经有提到了 所以军舰能够 互访 双方军舰要互访 互访 结果去年就已经来了 一艘研究的船 它是用研究船的名字 还是在规避 它是美国海军下面的研究船只 那我们不能排除 可能会有医疗的船只 从研究到医疗 医疗船只 那这个医疗船只下面 那就有 有很多的 可能了 有很多可能 医疗船只 到时候有一些 伤患 这些伤患都是军人 过来的 反正这个方面 有点无聊了 我们没有办法说 绝对不会 但是有风险 对美国 对中美的关系来说 他们会有一些的摩擦跟风险 就这个方面来讲 你所了解的 大陆所设定的底线是什么 就中美的军事关系 台北军事关系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我看那个军售 大陆好像也慢慢接受了 现在就叫一叫了 基本上也没有 他讲说要处罚 制裁 那个参与 这个企业 企业的 我看大概也不大 因为那些企业在中国大陆 没有什么投资 对 其实这个军售 八一七公报的时候 就留了一个伏笔 当年他们为什么要签八一七公报呢 就是希望对台军售逐年递减 不要超过等等等等 但是当时美国有一个伏笔 就是并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而且上面讲说是经过一段时间 也没有说经过多久 他好像还有一个前提是 大陆也得相对的 一个一个一个 他的前提是大陆必须是 peaceful 对啊 使用和平的手段来准备两个问题 对对对对 从那三个公报里面都谈到这个问题 对啊那你现在说 美国当然可以讲 你一千多个飞弹对准台湾 对那就是不和平 那就不和平 那我就有理由 有不和平的可能 对对对 美国的理由就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你要拼命改变这个 这个人家关系 那有可能使用不和平手段 对 那美国对这个地区投入极大的关切 那飞机军舰来是一种关切的一种行动 他两个方面 一个是讲说 这种给台湾的一个必要的武力 有助于台湾 有信心跟中国大陆做对等的协商 而协商是美国一贯的主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为什么对中共对台的武力 用飞弹威慑 美国必须用武力来协助台湾 他讲另外一个理由是说 因为如果中国把洋气的非和平的手段 而采用非和平的手段的话 那就有可能把美国卷到战争里头去 所以为了美国的利益 我必须要支持台湾的武力 来让你不是那么轻易的采用 这个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台湾 这是他的逻辑 好我们知道10月1号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 今年11 那么在北京会有哪些重要的事情 从军事面来讲有哪些看点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会来 来继续请教齐乐意先生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刚讲到说 今年的10月1号 也就再过4个礼拜不到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 那么前天他们已经公布了一个 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那重头戏是10月1号的阅兵 所以据说这个规模会历来最大 而且会有一批先进的自己大陆国产的装备 首次亮相 好这个再请乐意兄来跟大家提议 这个今年11国庆阅兵 大陆国庆阅兵的看点之前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从大陆的角度 这个今年的阅兵将会是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第15次的阅兵 之前那么邓小平是1984年有过阅兵 江泽民是1999年 那么胡锦涛在2009年也曾经阅兵 那习近平 习近平担任军委会主席以后 他进行过的阅兵 决定过于2015年的抗战胜意的阅兵 2017年建军70年的沙场阅兵 18年是南海阅兵 今年有一个在青岛的海军成立70周年的阅兵 从这角度来看 在过去这几任领导人 习近平是阅兵最多的 可以看得出 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好那你跟他讲试一下 今年的11的大陆国庆阅兵 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 第一个关注的就是他们自己讲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首次阅兵 你只要听到新时代的三个字 就是习近平的意思 就是习近平的意思 那当然这个不只是习近平个人 而且还加上一个军改之后 军改之后的一个整体的 一个战力显示的一个 一个集体亮相的阅兵 因为正式的军改是2015年的年底 2012年到2015年是三年准备 2015年到现在将近四年了 他该有一些成果了 所以这一次是他们叫做新时代的一个阅兵 就是军改后 这是第一个主要的命题 第二个那就是装备 装备现在不是很好说 但是有一个方向 他讲说是国产的 现役的主战装备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现役的主战装备 应该是最近这几年的演习 大概都出来了 是 大概也都出来了 东风41导弹会不会亮相 我刚才就谈到了东风41了 东风41现在还不是现役的 还不是现役的 至少他没有现役 所以我在讲 如果他的话是对的话 现在所有的装备是国产现役的主战装备 东风41媒体已经报了很多了 但是还没有正式的服役 并没有正式的服役 并没有正式 但是东风31已经出来了 东风31不但东风31还有A 有AG上次已经出来了 沙场阅兵那一次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从整个主战装备来讲 应该是在最近2015年开始 这几次重大演习陆续续已经出来了 那他说还有一些新的 我们还在观察 比如说东风41 我想是应该是不会的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服役 没错 对他可能 但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他编组的方式 这点要观察编组 因为他原来以前的阅兵 出来的那个编组 都是以兵种为单位 兵种出来的 但你晓得 在陆海空什么这样子 从兵种进来 但是从2015年9月3号那一次 康拉胜利70周年那一次 他已经改了 他改成什么 他改成以体系作战的方式 出来 你比如说 他第一个就是地面突击 有关于地面突击的装备 全部出来 就是联合编 或者是抢滩 对 这一类的 像防空反导 反导 他用这样海上攻击 然后什么战略打击 信息支撑 这样一步这样下来 是用作战体系的方式来做编组 这一次也是这样子 那我就在想2015年其实已经做过一次了 2015年9月那一次已经做过一次 那这一次他也说是要呈现一个体系的方式 其实你晓得那建军70周年 2017年7月30号 那个编组方式也不一样 他是第一次采用什么 用作战群的 什么群什么群 陆上什么什么作战群 海上作战群 信息作战群 用群的概念 群是什么 就是以后真正在作战的时候 已经不是 可能不会是一个师一个旅 某个师某个旅了 是一个某一个群 那群怎么产生呢 是根据任务需要 那听起来他是立体化的了 是非常弹性的编组 不是很使用的 所以用群的概念来做 所以最近这几次的演练 他的编组方式有发生变化 那我们很希望能够看到 今年他的变化在哪里 好像我们用一个比例了 比如说我们在警察的 我们有派出所对不对 这是原来就跟军中的那个建制一样 但现在开始有一个路上打击部队 就随时接到任务的时候 我们路上的这个可以去 这个大概就群的概念 有点类似这些机动性要强 是 好 那这个 当然这一场阅兵 你说跟香港台湾也没有关系 其实是有点关系 跟天生委员来分享 来了解一下 第一个 将会有十名警员 获邀出席中国大陆的建国七十年的庆典活动 这里面包括过去两个多月 在前线跟泛民 香港民众 搏斗的这些警员 那么已经有出现一个名单 就包括那一位在七月三十一号 在警署外持枪长相向示威者的一个光头警长 叫刘婶 他已经确认他会受邀去参加 那另外台湾方面 因为九月一号开始 台湾已经正式的有一个修订 南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一个实施 就是呢 限立或退职离职的公职跟军职人员 去大陆不能出现有妨碍国家尊严的行为 那我们知道 如果你去出席他的阅兵 他的国庆 而且你是退职或在职的军公教人员的话 大概都会在这个范围里头 那如果是退职人员很可能 你的退休金就不保了 好这是我们两个跟两岸跟台湾有关的 当然这都比较偏重在政治社会面的部分 那军事面的部分来讲的话 现在跟如果美国 用美国 你觉得美国会怎么看 因为川普现在越狱 是本来想要搞一个阅兵嘛 今年七月的时候在华盛顿 但是后来美国没有搞成 理由说是预算的关系 你觉得我们最后两分钟 美国又是怎么看中国的这个 十一国庆的阅兵的一个情况 我想美国是平常心了 因为中国对外讲说是一个制度的安排 因为是七十周年嘛 制度上的安排 不过你刚刚有谈到香港的 涉及到跟香港的问题 那个警察有受邀嘛 你知道在建军七十周年那次演习的时候 有一个作战群叫做反恐维稳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香港 就是北京就是已经有部分人定调说 这是一个恐怖 颜色革命恐怖主义 恐怖攻击对不对 对对对 在阅兵中间是有一个 是反恐维稳的 所以我在想说 那一个警察可能是编在这个范围里面 对当然最近香港的情势 也是说法都很多了 解放军什么这个武警 说已经在边境 怎么样子的一个防备 但是林郑月娥 昨天这个特首 她在跟商界的私下的访谈当中 她很清楚的讲 就是北京没有意识要派解放军进到香港 她很清楚的讲 但是北京也不接受她辞职 也不让这个法案退出 所以这个让现在港府也很困扰 因为有一点进不得退不得 那当然现在 所以他们现在讲叫消耗战 就消耗战以及用大量的逮捕 跟强力的这个武力的威胁 那目的是要摧毁你这些反抗人心的 这个意志力 那现在就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拔河 会又停了多久 坦白说我觉得应该早点出路出来 不能再这样下去 这样香港会完蛋 好谢谢乐意 谢谢听众 谢谢听众